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学员大家好 前面一节我们讲了做一条机器人路径 如何去优化机器人路径 这一节我们应该要讲的就是 正式仿真的设置 模拟时间的计算 然后正式仿真的话 像看到我们这个PPT教程 这里面的话就是说Motion Type 机器人面如果说你是学机器人专业的 或者是做在线编程的机器人工程师 他就会知道Joynt Linear 这是什么意思 Joynt它是一个关节运动 Linear它是点到点的一个运动 从我们这里画的几条线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是我们一把焊枪 我这里做的几根线 是属于是在纺针里面做出来的几根线 然后Joynt Joynt的话它是走的是一条弧线 然后在真实的机器人理线中 真实在线 在线视角编程中 它是可以选择 就是说你的运动的半径可以设置 然后在我们仿真中呢 我们只能选择两种 只能选择两种运动方式 一种是Joynt 还有一种是Linear 但是Linear里面呢 它的一个区域性呢 我们也可以选了 而Final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我们去选择Joynt 然后可以选择Final Middle 然后等等 然后Linear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Final Middle 然后等等一些情况 然后根据普通的组合 走出来的线形 就是基金的走过的路径的话 大家从这张PPT里面 大概可以看出来 直线Linear走的话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这个状态 Joynt的斗的话 它可能会是这样 可能会是这样 也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讲完我们参数的设置 然后我们就会讲 怎样去仿真它的时间 可以看到的一些效果 好 我们现在先打开Robcat软件 打开我们的 培训的资料 好 还是同样是第一个 回到我们最初的一个 Spot模块的讲解 我们打开我们这上一节 做过的一个 保存的一个cell 我们从这边看 这是我们上一节 所做的路径 从这个路径看 我们是说这个路径的话 仅仅是我们把一条 机器人的路径做出来 这节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如何去设置这些参数 让它与现实真实的 机器人的参数是一样的 好 我们点开这个 这个location attribution 这一个就是 location的一个手性 手性的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叫路径 当然你在这里面选择也可以 在这里面选择同样一样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它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打开 我们从这边 等等 从这边看 我们是你看 location的手性的话 只证明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点这个view 因为有的时候它会隐藏在里面 然后我们点这个view 里面呢 然后再设置 把我们需要的一个参数的一个东西 把它设置过来 Motion的一些参数 把它设置过来 如果是说你在 你觉得你需要什么 当然我们有一把伺服按枪 你可以把它点过来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使用before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焊接的设置参数 我们点着以后 你看这里面所有的 属性显示出来了 这是我们过渡路径 这是我们的焊点 这是焊点 这是过渡路径 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上面看出来 就是我们焊接一般来说 我们是尽量使用jointer 因为jointer的速度它是最快的 如果是说在一个空间非常狭小的地方 基金能很可能会与其他东西相碰 那我们就会选择使用leaner 还有leaner在什么情况下 它使用的 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换枪的时候 或者抓手 打扮有一把抓手 它去抓一块键 当机器人开始运动的时候是很快的 到快接触键的那一刻 大概离键50毫米左右的地方 它会减速用leaner去走过去 把键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再拿起来大概50毫米左右 老再又飞快地用jointer直接去拿到 我们需要放到的位置 从这边看 我的zone选择是finer 但一般来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一般都可以选择finer 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仿真的话 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jointer的话 它就会有jointer的速度 然后如果是说我们是过渡路径的话 它显示的是VR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 就仅仅是一个中间路径 然后这个是焊点 看我们从这边location type 可以看出来是volding 证明是一个焊点 volding support 然后这个gunstator 这是我们的一个焊枪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在打这个焊点的时候 这把枪是应该是要闭合 还是打开还是全开 我之前跟大家说 之前我们之前以前的一个章节 教大家做焊枪的时候 是有设置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焊枪的close状态 semiopen跟open 这三种状态是我们一定要设置的 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些参数 设置焊枪的状态 就是close open跟semiopen 这里我们就需要用上这个设置了 然后还有一个gunweight 在过渡路径我们是不需要等待的 但是在打焊点的时候是需要等待的 但是这个等待不是说是 机器人跑过去去等待 刻意的去等待时间 不是的 这个等待是说 机器人走过去以后 它会有一个加压时间 像点焊的基本过程 大家应该刚刚说之前 从我们的一个教程 从点焊技术 点焊技术 这一章节里面可以知道 点焊的一般过程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焊接的是怎样的 机器人走过来以后 然后开始焊枪夹紧 相当于是夹压 夹紧 然后去说气缸运动 啪打下去 然后开始夹压 焊枪压紧板件之后 然后它就开始通电流了 它电流的话 它是由刚开始起点值到峰值 再到减落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 就是有什么时间的 你看我们有枪close状态 一个时间 因为它打开关闭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一个就是加压时间 加压时间是什么加压时间的 就是焊枪在压桌以后 就要保留一段时间 保留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的 就是我们这个 wording time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 wording time 就是加压的保留的时间 在那里 因为我们焊接的话 不可能夹一下 马上就打开了 焊枪不可能马上就打开了 它需要有一定的加压时间 就夹上去以后 通电0.8秒 设置0.8秒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时间 然后这个hold time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 这个东西我们用不上 然后从我们这边设置的一些参数 大家可以看出来 大多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点开这个参数的 attribute location 我们看这个参数 motion 从这个motion这一栏里面 我们看motion type 我们选择一般来说 我们选择joint 如果是说在空间非常狭小的地方 而且你需要走直线 机器人需要走直线 那你就用linear 用linear这个状态 但是这一个我们基本上不用 这个arrows 这是橡皮刹 把它插掉的 如果我们点一下以后 它这个属性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当然一般是joint 然后中轮这里面是一个 就是它机器人走过去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使用joint 它会很 如果你使用joint的话 然后在中轮里面 如果你选择是 如果有这一个状态的话 这个状态 它机器人走的一个弧线是很随意的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用finder 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这linear 如果我们这个joint设置的是 这个motion type里面设置的joint的话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面选中 joint设置 它的速度是多少 它一般来说我们机器人的速度 都要设成百分之百 都要是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要让机器人全速运行 如果是说我们这一个设置的是linear 我们当然就不能在这里面设置joint了 因为我们走的是linear状态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它是每秒 每秒是多少毫米 一般来说机器人最大的速度 一般是可以达到2米每秒最大的速度 一般来说的话 这是峰值最大最大的速度 最快最快的速度 但是我们一般不使用这个速度 我们一般使用类似于joint的百分百的速度的话 就是1米每秒 一般来说我们在这里面设置为1米1000 你就可以设置了 如果说我在这里面 你看我如果点一下以后 看在这里面它就更改了 linear final 然后在linear speed 1000 然后joint speed它就没有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东西设置是对应的 然后support的模块里面 就是说对于焊点的一个状态 locate type 我们可以把这些就可以定义 Volding或者VR 然后Gunstator里面 就是我们之前做焊枪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在打这个焊点的时候 只要打完这个焊点以后 随便open就可以把枪直接抽出来 那你就用随便open 因为随便open所在这样的时间 因为它焊枪打开一点点的话 是很少的时间大概0.2秒 但是如果是说 但是如果是说 你要设置为open的话 那打开的时间是很长了 大概是0.8秒 这个open状态 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代表是说你焊枪插进去 插进去的时候 这个它需要烙开一个很大的一个面 你必须用open状态才能进去 你就把它设置是open状态 然后刚wait 这个因为是我们过路径 我们不等待 如果是焊点我们就必须等待 boarding cycle time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这里面设置是roading 我们就要在这里面设置时间 如果设置的是fear 我们就不用在这里面设置时间 你看而且这里面自动会呈现是效应的状态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 例如我更改一个路径 你看boarding cycle time 0.8秒 这里面是0.8秒 如果我把它改成1秒 1 它这里面就会变成1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是1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仿真参数的设置 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两种 后面一个同步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命令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命令 这里面的话大家去尝试 我可以这里面跟大家解释一下 wait wait device 这个是等待一个设备运行的状态 driver device 驱动一个某个 就是说当机器人找到这个location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选中的是一个location 就是当机器人找到一个loca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驱动那个甲具 是打开 设置为打开还是关闭 你看 driver driver device device name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选择 代表是这个 我们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pose 你要首先要知道这个里面设置的几种pose 如果说里面设置了close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close状态 然后点ok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你这里面没有close状态的话 那你是点ok 点那个close状态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这里面有close 有home open 但是是大写的 大家记住 我们在设置所有的参数的时候 所有的都是要用 最好是用大写 最好是用大写 小写 当然你不是都不可以 你看 我们再重新来 这个是大写的 刚刚因为我们是那个是对应的 大写 我再ok一下 看 这里面就出现了我们这个命令了 我这个仅仅是示范一下 然后这个wait signal 这个是等待信号 这个等待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两个命令是对应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wait signal 这两个命令一定是对应的 而且这两个命令是分别用在两个location上面 不能在同一个location上 同时使用同一个信号 信号值 大边 信号 信号名 我们可以自己输入 111 大边是小写的 AA 这里是这位 ok 好这里现在是AA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 从这属性可以看到 wait signal AA1 如果是我们到这一个location来的时候的话 机器人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驱动另外一个 驱动另外一个 机器人动作 或者说 驱动另外一个机器人动作 然后你就要选择机器人 然后 signal 同样一定要对应11 然后这里是 因为它这边是1 我们要对应1 如果是这边2 对应也要2 然后点 当然我们没有选机器人 我们要选择机器人才可以 ok 好 我们这个命令填下进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命令是这样用的 然后wait time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机器人 当机器人运动到这个路径的时候 它 机器人运动走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需要让它等待一会儿 等待 3秒 你速度进去 你速度进去 机器人找到这个路径要避 那它就自动等待3秒了 就等待3秒 3秒之后 它又开始继续运动 这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 然后SIM SIM SIM里面的话 是说这个里面 Define TCP F 大家记住 TCPF 实际上是 它的 它这个东西呢是TCP F代表是frame 然后TCP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Tool Center Point 就是说工具的 中心点 就是工具 驱动的中心点 TCP 就是我们运动的一个中心点 好像TCP不是Tool Center 不是 这个P不是Point 是Operation 当然 大家不用去管这个 是说它的那个全称是什么意思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工具 坐标 意思就是 OK 如果是说你想在 这一个TCP上面 让它的TCP 在一个这个location上面 它的TCP可以让它 你想让它切换 切换成 代表现在我们的汉强TCP是在这里 如果说你想让它TCP切换到另外一个点上面去 可以点一下 让它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上面 然后Display Display的话 这个命令很容易解释 显示 隐藏 使用的是怎样使用 就是说 你在这个机器人在走到那一个location的时候 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OK一下 它这里面显示Display 然后同样点着这个 选择Black 再选择你需要点的东西 再设置一下 它就隐藏掉了 走到这location以后 它就会把它自动把它隐藏掉了 好 Change colo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走到这个location以后 改变 改变某一个东西的颜色 颜色可以 我们可以去自己选择什么颜色 都可以去选择的 这个命令的话 因为实际上 一般情况下的话用的不多 但是我可以一一跟你们解释一下 是怎么去使用 但是说我不去做视频要怎么去怎么去使用 因为这样花的时间实在是会太长 我在这里面解释的话 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 这样自己再去尝试 如果说还有不懂的 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跟我去沟通 好吧 好 这一个关于参数的设置的话 我们大概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些 刚刚我们设置的没有用的参数把它删掉 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设置上 因为刚刚我们只是仅仅是一个讲解 如果真正极限的抛起这个来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完全 它会做不动的 然后这些里面的命令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所有的Command 刚刚我们说有没有设置什么参数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view里面的Command 看一下它的参数是这样的 可以所有体验这样可以显示 然后在location 它全部选择 选择location 然后edit 这里从使用这个命令 可以选择插入哪个location 或者选择所有的location 或者选择所有的welding 或者where 然后table 大家也要记住 我现在使用remove all 这里是iml了 如果你要设置哪条属性 按add pass 选择这个 进来 它就进来了 记住 然后属性 属性 这里面是刚刚之前我们说到的 Wheel 如果说你打开你的location 把这路径加载进来 没有这一条东西 你要 customer 设置 用default 它就全部进来了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跟离线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我不讲解 好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我们这条路径上是参数式已经设置好了 你看 这里面说 这个 刚刚我们改了是改成1了 因为是改成1是错的 我们都改回来 008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焊接一般来说是 我们在location里面设置是0.8秒一个点 0.8秒一个点 大家记住0.8秒一个点 当然 这个也根据客户的那个板型件的厚度 的聚散 还有关于那个焊枪的供应商 比如阿罗焊枪 尼玛克焊枪 或者或者是欧巴拉焊枪 他们的焊枪如果说 他们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打 他们需要打一个点 需要短长时间 或者客户告诉我们 他们打一个点需要短长时间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设置进来 路径的参数设置讲到这里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 因为我这个已经把参数设置好了 就是说大家根据我的讲解 自己去尝试怎样去设置参数 然后设置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入 Sport模块 我们去模拟一下它的时间是怎样的 然后 Sport simulation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管 这个是谈出来的一些 注意事项 好 好 然后点lobert pass 点这个机器人 大家可以看出来 看lobert 可以啊 这个选择这个机器人了 然后再选择这个pass 同意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Sport simulation 如果是说我们现在的状态 直接按accept 就是同意 然后它就开始 开始模拟这个时间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 时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状态条 大家可以看出来的 然后 我现在点出一个这个东西来 大家可以注意啊 好 accept 大家可以看出来 你看 焊接这些所有的点 这机器人花的时间是58秒 走完这些所有的点以后 大家可以看出来 是58.64秒 这是一个跑的状态 好 我们再走一遍 同样按 如果说我们按freezen 它暂停了 按continue 它就继续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一个快闪的一个状态 你看到没 好 我们从这个 刚刚为什么我要按online monitor 这是一个就是说 暂现了一个可视 焊接的可视状态 我们从这一条里面可以看出来 当然大家如果说在那边看 如果是感觉很累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记事本 好 现在我们记事本打开了一个 然后用鼠标 创选 创选 创选所有的这些东西 创选把所有的创选下来 这个创选的话很慢 要花很长时间 你看 因为如果越长的话 花的时间越长 因为它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 调的话走动的很慢很慢很慢 相当相当慢 而且我还要手标一直在那里抖动 它才是复制的走动的 它比较快 不难的话 如果说我不动的话 或者我这样不动的话 它就很慢了 我抖动的话 它全部按住左键 选中 OK了 选中就可以了 罗布盖软件提供的是一个 右键直接选中 就可以复制到 自动复制到粘贴板里面 好 粘贴 你看 我们选中的这些东西 它自动可以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我们再从这里面去查看 它的一个焊接状态 你看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从location002开始 好 开始一个状态 这是每经过一个location所有的时间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 这里面的一个细化的一个时间表里面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焊接是怎样 一个过程 你看 看 这是一个焊点 然后send 是close to xgum send to 就是发送到焊枪上面 发送到一个close状态 然后这边是一个close状态 这是回来的 这是一个fromxgum 这是反馈的 这是反馈的 这是发送的 OK 大家可以 这个状态的话 我也跟大家讲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怎样去模拟 仿证的焊接参数设置 还有一个焊接仿证的时间 还有一个我们怎样去监控它的一个焊接仿证的过程 是一个怎样的 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如果这里面close状态 如果我们选择on 如果说它有检测到有collision就是碰撞的话 它这里会报警 我们可以找collision bearing 这是一个报警装置 如果你开了on的话 电脑里面就滴滴滴滴 非常非常响 就是一般不使用这种东西 这东西会很影响我们的心情 叫得非常厉害 然后现在我们在正面就是说一个焊接的方针的过程 我们已经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节呢 我们将会讲就是两个机器人在这里同时工作 同时工作的一个状态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设置两个机器人同时工作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讲到两个机器人同时工作的话 三个机器人四个机器人同样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的话 我们就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机器人是库卡机器人 这个是库卡的数目 大家可以看出来 应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真实的机器人 这是库卡机器人的数目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看 这是库卡的机器人数目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两个机器人同时工作的话 我们就讲ABB机器人的同时工作的一个状态 好吧 当然因为我们使用不同机器人去做法针的话 便给大家更深刻的了解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再继续用我们的讲解 好吧 我们再继续用我们的讲解 继续用我们的讲解